大家好,今天马斯克被川普正式任命为美国新任政府经检部门的顾问 并且给该部门起了一个名字叫道格 由他和另外一名印度籍的议员来共同主持新政府的一个裁剪工作 马斯克此前就发了一个照片,就是搬水槽进白宫的照片 大家可能都有印象,他在前两年收购推特的时候 也是搬了一个水槽进推特总部 并且以此来形象的表示他即将对推特的一个开刀 也就是裁员的一个大动作 这一次他把水槽搬进了白宫也是代表着他对美国白宫的一个大清晰 根据目前透露的消息说 他们即将对美国白宫联盟部门大概有将近缩边也就是70%的岗位职责 而且马斯克这两天很活跃,一直在推特上开始对于裁剪联邦政府部门 开始制造舆论了 并且公开发帖要求美国公民投票认为哪些部门需要被裁剪掉 也就是在我做视频的时候 他开始跟粉丝互动拉了一些美国人认为很搞笑的不必要的开支 比如说美国联盟政府竟然花了3300多万给猴子做艾滋病所谓的检测 这个项目竟然也有开支,以此进行嘲笑 还有一个粉丝在他下面留言 根据统计说美国国会部门至少有1264个联邦项目和局授权的已经过期了 但他们在2024年依旧获得了5160亿美元的资金 也就是说这5160亿美元都是白白浪费掉的 就浪费纳税人的钱进行的所谓的为何时交易 这些钱肯定都是藏了空隆 都被人以各种立法的名义过期 却还在继续的收钱的名义 都进入了私人账户 都是被美国联邦政府 还有一些深层政府都给拿走了 并且把这个事就捅了出来 5160亿什么概念呢 我找了一下 也就2023年美国整个政府的收入大概是4.4万亿 其中它支出是5.1 6.1万亿 也就是说5000多亿将近在美国政府财政总支出的 差不多也就小十分之一了 也如果这5160亿坎掉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将会大大的缓解它的就是财政收支压力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马斯克和川普他推行的这次联邦政府的一个改革机构的 这个钱呢 并不能够改变美国财政 持续收紧 并且美国债务报表的这个主要的一个趋势 大的一个趋势 只是在一定程度上 缓和了美国 或者说美国 美元霸权衰落的一个过程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尽管我很喜欢川普 也认同他各方面的理念 但他能做的啊实际上也只能是一个延缓的一个过程 对于延缓美国政府或者整个所有国家政府债务开支呢 其实这个项目呢 最早呢是由阿根廷的米兰啊 进行发起的 并且他还录了个视频 挨个把各种各样的部门呢 逐一给裁撤掉 他这一点呢 在大选之前 都就已经受到啊 就是美国保守派 尤其是马斯克的吹捧 就是吹捧啊 他呢 为此呢 还亲自坐飞机 去跑到阿根廷 给米兰呢 进行见面 两人还合影 米兰呢 去美国访问的时候 没有见美 拜登 而是呢 直接去跑到了推特总部 去见了马斯克 由此可见 这两人的执政理念呢 是高度一致的 都是对全球政府经济层 这种乱浪费纳税人的这个 钱呢 是相当不满的 尤其是在各国政府 现在债台高度啊 就是营辅水 财政赤字极其严重的 那个背景下 债务高台 这种背景下 还要继续浪费纳税这个钱 实际上是相当的不满意的 当然 以这对应的 那就是中国 中国这几天呢 也有一个大新闻 也和政府债务 并且相关 什么呢 就是化债 中国政府呢 破天荒的 公布了十万亿 人民币的就是所谓的化债 这个化债呢 说白了 就是等于是中央 发债借钱 替地方政府填窟窿 地方这些钱呢 根本是还不起的 他拿了的钱是给地方的这些所谓的公务员 发福利 发奖金去了 没有用到老百姓的这个所谓的日常 消费上 开支上 所以这一次 刺激方案公布之后呢 其实对整个中国经济 包括市场预期 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利好 A股呢 还跌了 包括港股 人民币呢 还公布的时候呢 还一度短线走低 通过这两件事呢 我们这期视频主要是来讲一下 就是这两个国家 中美不同的 就面对政府债务 不同的一个就所谓的化债方案 美国显然是在马斯克 就是推崇米莱式的改革 而中国呢 还是大政府 中央集权式的那种 就是左右 左手倒右手这种腾挪 腾挪式的一种化债 其实这种化债呢 并不能解决中国的 现在的当下的根本问题 反而是美国 就是走向阿根廷式那种大裁员 大的个小政府的这种方向 才是未来的一个主流 我相信接下来 除了美国以外 欧洲包括世界 其他各个国家呢 也会有多多少少的一些国家 会跟进就是米莱 马斯克式的这种改革 当然了 对于川普和马斯克之间的 这次精简部门呢 也有网友调侃吹真为川马之治 或者就是马斯克式的改革 不管怎么说吧 他代表着两个不同的化债 就是化债方向 一个是中国是大政府中央集权式的 左右腾挪 另外一种是小政府式的缩点 就是裁员政府乱发纳税人钱的一个方向 这两个方向最终导致什么样的结果 其实现在是可以预见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